中华队在世运会的游戏比赛再度传来好成绩 选手李静怡在女子55公斤量级涌奪银牌 而原本练游戏的他转练游戏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 就有这么好的成绩 比赛之后 他和父母感动相拥 哭在一起 在全场的加油声中 李静怡伸手矫健 躲避法国选手的攻击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抵抗压制无效 他亦以16比3和金牌刷身而过 宣布结果之后 李静怡还不断在会场鞠躬道歉 虽然拿不到金牌 不过练游戏只有短短半年 有这样的好成绩已经很不错 和父母紧紧相拥 留下感动的眼泪 继杨献持之后 李静怡为台湾拿到一面银牌 教练认为台湾选手只要增加比赛经验 未来一定会大有可为 教练还指出 目前台湾只有游道和跆拳道 有向下扎筋的训练 没有任何一间学校设有游戏 有了世运两人的好成绩 未来如果加强培训游戏选手 台湾一定可以将金牌留下 请不吝点赞